菲律宾总统大选将在5月9号登场 目前执政党也表态将要支持小马可市来竞选总统 而根据民调机构最新的调查 小马可市的支持度目前达到六成 可以说是压倒性的领先其他总统参选人 菲律宾将于5月9号举行总统大选 而现任非国总统杜特蒂所属的执政党 民主非人国民力量党 22号正式支持小马可市竞选总统 小马可市则和杜特蒂的长女萨拉搭档参选 这也代表目前非国国内两个最有权势的 政治家族之间建立起强大联盟 根据民调机构1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 小马可市的支持率约为六成 而旨在参选的现任副总统罗贝多支持率 则是15% 排名第三的马林拉市长杜马哥索 则获得10%的支持 可以看出目前小马可市的支持度遥遥领先 只是原本并不属于小马可市的杜特蒂总统 至今还没有表态是否支持 现任总统的态度究竟为何 大家恐怕还得持续观察一阵子 环宇新闻谈跟您综合报导 俄罗斯军队持续炮袭乌克兰多座城市 同时还派出情报人员企图绑架 甚至暗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但是种种阴谋都遭到乌克兰破解 而根据美国与北约官员的消息 白俄罗斯可能参与这场战争 而且不排除在几天之内 就会出兵攻打乌克兰西北部城市 恐怕也会为局势带来变化 乌克兰当局指出 自俄罗斯入侵以来 乌国境内已经有十所医院 彻底毁于炮火 其他医院也因周遭战火 而无法获得药品与物资不济 首都基辅持续遭到俄军轰炸 宵禁不断延长 俄罗斯除了军队大有动作 还派出秘密情报单位活动 乌克兰当局表示 秘密情单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一至二十五人暗杀小组 在靠近斯洛伐克边界的城市 遭乌克兰警方逮捕 据了解这个暗杀行动的情报 是由俄国密情单位内的反战派系 向基辅当局通风报信提供行踪 令暗杀小组全员被捕 自俄罗斯入侵至今 乌方已经拦截十多起 企图暗杀泽伦斯基的行动 不过美国和北约官员认为 白俄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参战 加入俄罗斯阵营 而且已经采取准备步骤 有白俄罗斯反对派消息人士透露 白俄罗斯战斗部队已经准备前往乌克兰 最快可能几天内就会出发 乌克兰当局指出 白俄罗斯可能派出兵力约1.5万人 目的地是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地区 当地靠近白俄和波兰边界 恐怕会为战争局势带来更多变数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 普丁的头号政敌 俄罗斯知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恐怕很难回归正常生活了 目前他还被关在监狱里 但22号纳瓦尼又被俄国法院判处9年刑期 对此纳瓦尼痛批 普丁不敢面对事实 不敢让世界知道真相 略显憔悴的纳瓦尼站在律师身旁 法官宣读指控时 45岁的纳瓦尼看起来不为所动 自顾自低头翻阅法庭文件 纳瓦尼目前正在莫斯科东方 一处拘禁营地 服两年半的刑期 因为他违反过往罪行的假释条件 如今他又被俄国法官判处 大规模诈欺和藐视法庭有罪 判刑9年罚款120万卢布 大约新台币33万元 对此纳瓦尼表示 罪行全是捏造的 为的是阻挠他的政治雄心 并痛批俄国总统普丁 害怕面对事实 纳瓦尼入狱之前 一直带头反对俄罗斯执政党 领导俄国境内最大规模的 反普丁示威抗议 2020年搭击时还曾被下毒 险些送命 被送往德国治疗 去年康复后又返回俄国 立刻被当局逮捕 而他的处境也引发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而随着俄军入侵乌克兰 西方国家也祭出 前所未见的制裁措施 这就是不可能 让你脱脱了 和脱脱离 当你看到自己的眼睛 在乌克兰和在乌克兰 和在乌克兰 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乌克兰现在 虽然是很恐怖 所以这就是为何 我完全确定 有很多人在乌克兰 尽管战争爆发后 有许多俄罗斯民众 上街抗议 表达反战诉求 不过在俄罗斯的 政治精英阶层 却几乎没有反对 普丁的声音 有专家就表示 因为普丁 已经建立一个体系 并被极度忠诚的 拥护者包围 他和拥护者都相信 西方世界企图摧毁俄罗斯 即使认为普丁并不正确 也没有人敢提出 反驳或行动 因为每个人都必须 专心自保 欢迎新闻孙玲 的确东欧国家 害怕成为下一个目标 因此都希望 尽快让战争平息 对此乌克兰总统幕僚长 叶尔马克就表示 乌克兰希望中国 在终止乌俄战争上 能够扮演更显著的角色 并成为乌克兰 未来安全的保证者 另外泽伦斯基 他也发推文表示 自己与天主教教宗 方济各通过电话 希望教宗可以扮演斡旋角色 俄军强力猛攻 空袭乌克兰各大城满目疮痍 民众伤亡惨重 为了尽快让战争平息 乌克兰转向俄罗斯盟友 中国来求助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很快就会对话 而持有同样看法的 还有巴基斯坦总理 以斯兰合作组织在巴基斯坦举行第48次外长理事会 有600多位代表与会 中国外长王毅受邀担任特别来宾 王毅强调支持乌俄两国继续进行和谈 中方也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和谈 谈出停火 谈出止战 谈出和平 不过随着乌俄战争即将满一个月 泽伦斯基也向西方警告 俄罗斯入侵乌国恐怕会导致一些国家发生饥荒 因此他也与教宗方济格通电话 希望教宗扮演斡旋角色来终结人类苦难 教宗则表示他正为乌克兰祷告 也尽一切力量调停战争 盼望两国能尽快回归和平 另外泽伦斯基将在24号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北约世界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视讯演说 这将是北约盟国领导人 直接听取泽伦斯基描述关于俄罗斯侵略 导致乌克兰人民面临的严峻局势的机会 欢迎新闻孙玲综合报道 欢迎新闻台晚间九点战线 开启国际视野强势登场